也快有孙子了 假如将来我们 交到他们手里的 还是眼前这副穷乱贪子 儿女们会骂我们的 你们当初干什么来着 白吃饭了 亏不亏 娘的 国家全叫你们给耽误了 然而 只要我在位一天 绝不放弃我的奋斗目标 排除一切干扰 实现产品更新 尽快把DS磨弹工程搞上去 五年之内 我要让一个北方重机场变成两个 好 另外有人挖苦我 说我当了厂长忘恩负义 竟然要撤换一大批过去对厂有贡献的干部 是的 我非这样做不可 不尽快更新干部结构工程就休想在开拓中求生存 十二车舰 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数量 送了两个车舰 再送 倒都堵死了 他们两天才完成一天的任务 拉倒吧 我知道 东洋舰 张宝军 你们的进度 为什么倒在跟头 韩利明跟不上套 他送来的那点还不够半饱呢 而且三分之一不好隔 韩利明 韩利明 你听见了没有 长得耳朵呢 你 你那个炼钢车间把全场的喉咙都掐死了 厂长 你千万别把火 要考虑后果 什么意思 韩利明是咱们厂创业的功臣 又是你的师父 你什么时候变得多愁善感了 过去的功劳 不能存在银行里吃一辈子利息 你把他斗极了 会丢掉许多选票的 拉倒吧 哪标语怎么回事 实行科学管理的标语呢 不然换下来了 思想还停留在那副标语的时代 嗯 可是我还要说 现在管理车间 你那时候干法不行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邪沃文化低 思想跟不上烫 是不是 告诉你 我不服 回来 火柴 我的火柴 你这是拉我去哪儿啊 省政府 因为孙主任不同意 你说死也败大 今天我拉你去找他 就是硬碰硬的挑明说 我就不信 他的心是石头长的 现在办事 就想爬十层大路 下面九层都是足球场 球被众人踢来踢去 只有最后一层 第十层才是裁判员 老婆 我这个人说话容易冒 你看是不是 好 那你等着 孙主任 来了 爹死磨断的事 不行啊 你就行行好 给我们开一次绿灯吧 重工行业现在是调整时期 不能由这性子来 我不能死守摊子 升等天上掉馅饼 搞第二次磨断是一项宏观决策 既能使我们厂彻底摆脱困境 产生企业活力 又可以填补国家多项空白 是这好事情吗 怎么就办不成呢 老婆 你急死也没用 沿着惯性往下混日子 是当今的社会病 娘的 不搬掉这些顶门杠子 中国就没个好 心里像刀割似的疼啊 那时候我还劝过你 原先屋子里是两个人 突然就剩下苦巴巴的一个了 能不难过吗 是 玉鸣啊 我搬来跟你做伴 一个人就一个人吧 也许 哎 谈这些干什么 海师傅 我还是那句话 只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让钱 我不让 这么大个摊子 让给一个非党群众去管 我不放心 好 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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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学毕业 我大学来到咱们厂 就在你手下干活 你教我技术 教我怎样做人 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情 二十多年过去了 你有了儿子 也快有孙子了 假如将来我们 找到他们手里的 还是眼前这副穷烂摊子 而你们会骂我们的 你们当初干什么来着 白吃饭了 亏不亏 娘的 国家全叫你们给耽误了 韩师傅 救救咱们厂子吧 过去你舍身救过 才救一次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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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长 马上就要公布选举结果了 你去躲在这儿当隐士 是啊 来不及了 完了 这是DS摩荡工程的地基 只要两年它就可以立起来了 那儿 我准备再盖七万平方米宿舍 年初我是拍了胸脯的 在它后面 我想种上十万棵羊树 鱼树 五年之后 它会绿树成林 全场四千八百多单身男女 需要有个隐蔽的地方 说说俏俏话 也许别人会完成的 别人 毕竟不是我 你真的这么想当厂长 怎么办 刚才我投了自己一票 多少年来 我一直想给自己输个碑 又高又大的碑 一个无形的碑 上面刻着无形的字 不必是你 葡营名 共产党员 升到这个世界 没白火一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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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